欸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啊 要對象 你不是我的王公嗎 我考慮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這樣的人喜歡什麼樣的 我考慮一下 我考慮說謊跟偽善的那種自媒體 那大部分 欣賞呢不要說喜歡欣賞 你啊 就撇除我 因為你跟我是一樣的人 我當然要喜歡你啊不然勒 剛才有人說要等你四年嗎 不用四年啊 按照專業的法律制式兩年就出來了 對啊對啊你認識啊那沒什麼 你覺得成一陣嗎 我覺得嗎 如果以40歲的標準來說的話算漂亮 那如果不要以40歲的標準 那當然是不漂亮啊 XX你 不不不 就是誰求他這樣啊 沒有啦 不然他要問我 你是公眾人物可受公平啦 不要再講他小心一點啊 明明就有人懂那些問說我覺得你椅子帥嗎 不是說你的臉真不是我的菜 但是以客觀來說你的臉算OK的啦 就是世俗的標準 謝謝謝謝謝謝 但真不是我的菜 你看被打槍啦我也沒辦法 不是說你打槍我啊你在那邊講 我沒打槍啊我以40歲來說你保養的非常好 OK那交往啊 等我40歲再說 我不建議你有女朋友 我跟祥祥一樣喜歡多人運動啊 真的假的啊 那也是被打剛好欸 欸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啊 那叫對象 你不是我的王公嗎 我考慮一下 但是今天聽起來你好像比我還要腹黑 願意等候一次四年 那先撇除我好了 最討厭跟最喜歡的自媒體 哪一位 我想了解一下這樣的人 請問是沒有說我討厭 我討厭說謊跟偽善的那種自媒體 那大部分 那是大部分 所以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欣賞呢 不要說喜歡欣賞 你啊 就撇除我 因為你跟我是一樣的人 我當然要喜歡你啊 不然咧 那還沒有嗎 我喜歡就是直接說實話 就不要在那邊假掰 欸我蠻喜歡酷炫的 我是真的在看酷炫的影片 我上次有跟他講 因為他也是我很多年朋友 我覺得他最近跟女朋友去日本的 一系列都蠻好看 雖然他是瘋人院院長 因為你知道整個反骨大概 都笑人 都笑欸 對這個他一個人正常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大家都沒問題 對啊 有沒有考慮跟我在一起 沒有 再說了 我配不上陳怡 因為畢竟陳怡家裡又有錢 哈哈哈 對不對 我剛剛看有人說要等你四年嗎 嗯 我覺得你那個也沒有到四年 專業的法律知識 兩年就出來了 對啊 兩年就沒事了啊 那沒什麼 你覺得陳怡正嗎 我覺得嗎 如果以40歲的標準來說 都要算漂亮 哈哈哈 那如果不要以40歲的標準 那當然是不漂亮 XX你 沒有啦 沒有啦 不要問我 你是公眾人物可 受公平啦 不要講他小心一點啊 但以40歲來說 的確保養得很好 大家比較關心你個人的感情生活 所以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有啊 有啊 OKOK我幫你們問啦 我再幫你看一下有什麼 他每天問是誰 就不能說明 對嘛我懂啊 就隱私的部分是不想公開說的 對啊 那你有真的要求婚嗎 呃 再看看啦 就是要考慮一下 考慮的點很多 你畢竟自己掛一些案子在身上 對吧 不能耽誤別人 能理解嗎 我真的我覺得是一個 我是個好男人 我會想很多 但是 你這個狀態 人家還願意跟你在一起 表示 她也是個好女人 對啊她是個真心願意跟你在一起 對沒錯 畢竟我是個好男人啊 也不虧啦 明明就有人懂 我那一問說我覺得你椅子帥嗎 呃 因為 就是之前我們上麻將之心的時候啊 大家就有問過嗎 對 我就說你的臉真不是我的菜 但是以客觀來說 你的臉算OK的啦 就是世俗的標準 謝謝謝謝謝謝 但真不是我的菜 你看 你看你被打槍啊 我也沒辦法 不是你打槍我啊 你在那邊講 我沒打槍啊 我以40歲來說 你保養的非常好 OK那交往啊 等我40歲再說 我不信任有女朋友 我跟翔翔一樣喜歡多人運動啊 真的假的啊 哈哈哈哈 那也是被打剛好欸 有人問我說 我是不是真的喜歡你喔 我只能說就是 因為我跟你真的是一樣的人 可是自己不會喜歡自己啊 你不會喜歡你自己吧 這個有說到點上 就是跟你太相像的人 其實很難 陡在一起 多多少少要有一些互補 對 要有些不一樣 對 我也沒問題 對 你們還是不一樣 你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